天使魔鬼 為何有時師傅生意都不願做 之前我們有跟大家說過 找工程公司報價方面 絕對不可以馬虎 所以跟工程代表見面 其實是一個重要的一環 之前我們也有跟工程代表聊天 他們也有跟工程代表聊天 有時有些業主就會在同一日同一時間 同一個地點同時間會約見兩至三個工程代表 可能他們想截散和工程代表見面的時間 但其實這樣做的話 工程公司代表的內心又會是怎樣想的呢 你們這些業主 在約我們同一時間約幾個師傅在現場裡一起聊 那當然是很反感 你說你之前跟我們單聲的 我們照去就說吃得癢而抵測 但你現在不是 有之前任我們說聲 去到見到幾個行家 尷尬站在那裡 你眼望我眼看 很尷尬的 他都很不尊重 今晚常識問答比賽 還要是 在這個環境下 我們怎會給你一個建議 因為我們根本都沒有耐性和你聊 只是想砸砸砸 不跟他聊天就閃了 還怎會還想接單生意 接都不說了 那業主想在最短的時間裡 爭取時間和不同工程公司的代表見面 其實我們都明白 但是師父都是人 他們都有情緒 在這麼尷尬的環境下 他們很難發揮到他們應有的水準 打到一個譬如 大家去見工的時候 你們都不喜歡那些孩子 在同一時間 同一間房間裡 又見你又見其他應徵者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家居工程上面 就算是同一個項目 不同的師父都有不同的施工方法 那如果是業主在一個 毫無工程經驗的情況下 在同一時間裡 接收這麼多資訊 其實是很難消化的 所以業主應該盡量避免這些情況發生的 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 留個言 說一下對這一集的意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